谢谢 其实这个舞剧呢 不光是在舞蹈与会上 融入了很多民族的特色 民族的舞蹈的动作 在音乐上也是这样 音乐上更是这样 而且在音乐上创新的脚步 也一点都不小 里边有合唱甚至有独唱 这个在西方古典的传统的芭蕾上 是见不到的 是吗 对 因为中国老百姓 我们都喜欢 喜欢在歌在舞 对 加的又有独唱又有合唱 我觉得这样就是有一个 更增加了这个表演性 深度 比如说雪儿什么 我要火啊什么 他就用歌来唱 还有表现这个最后的 云太阳 感谢共产党 感谢毛主席 永远雷新的孩子 是缘在太阳 永远雕生 坚持滑上方黄海 感谢共产党的父亲 大夫子儿 天又想 宋费在西边 唱一唱 一颗子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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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还用我心心 将若共产党 那您现在看着台下坐的这些晚生后辈们 您最想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呢 白毛驴的精神是什么呢 我觉得白毛驴的精神就是 勇于继承 勇于改革 勇于创新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热爱芭蕾 热爱我们中国的芭蕾 我们自己的芭蕾 所以都对我们芭蕾能够进行 要鼓励和支持 谢谢你们 对 张嘉宁呢 除了就说那个 仪式国外的一些著名的舞剧以外呢 更多的你说还要找演 是说走 创造自己的那个芭蕾舞剧 民族化的道路 王尔是对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希望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热爱我们中国的民族芭蕾 使我们民族芭蕾更加发扬 更大 我们再次的掌声 感谢三位老师 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衷心地祝愿 我们的老师们 不光是台上的三位 所有为中国的民族芭蕾舞剧 为上海芭蕾舞团 做出贡献的所有的老师们 都身体健康 特加幸福 祝福他们 好了 再次的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